老游时谈,大家好,我是老游 对于哈里斯和川普的竞选局势 现在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激烈 首先,在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三个多星期来,哈里斯的人气确实是在逐渐上升 不管是筹款,还是民主党内的支持率 都比拜登对决川普时候的那种状况 有了很大的提升 有人认为哈里斯现在正在重现当年奥巴马在08年参选时的那种热潮 但是对于这个现象,一些政治观察家指出并且提醒 说哈里斯的这阵热潮可能只是一个蜜月期 等这股热潮过去之后,民众的情绪回归平静后 哈里斯还是需要面对来自川普的实际挑战 我觉得这个提醒是比较实在的 就像村里来了个新人,村长家来了个小媳妇 又年轻又好看 大家都比较好奇,对她充满了热情 但是当这股热情过去之后 村民们更关心的焦点 可能就会回到实质性的 根据现实意义的问题上来 这个小娘子到底她的持家能力怎么样 光长得好看,如果不能持家 你看村民们会不会立马对她指指点点 甚至出现批评的声音 现在哈里斯的情况可能是正处于 村民对小媳妇的热情逐渐可能要散去的阶段 过去三个星期,大家可能都还沉浸在老同志换小媳妇的兴奋之中 但是一旦热情退去之后 小娘子到底有没有真本事 来,请你亮出来看一看 大家应该都在观望 现在民主党他们自己也认为 虽然当前的这股哈里斯热情 是奥巴马参选以来从未见过的选民热情 但预计哈里斯的选举结果 最终应该不会像当年奥巴马那样 能够获得一边倒的胜利 说民主党预计这场选战将会非常激烈 最终决定胜负的关键 终将落在七个摇摆州 好,那么对于这个摇摆州的目前的形势 今天我看到一篇最新的库克政治报告 对当前的川哈对决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来,我们来看一下 说目前哈里斯在七个摇摆州中 有六个州暂时领先 或与川普持平 总体上的对决趋势是48比47 暂时以微弱优势领先于川普 小媳妇的优势暂时压倒了老村长 暂时领先,微弱领先1% 目前川普在七个摇摆州中 只有在内华达州保持微弱领先 哈里斯在内华达州的支持率 正在与川普逐渐缩小 说目前哈里斯之所以成功的缩小差距 主要是得益于巩固了民主党的基本盘 以及增加了独立选民的支持度 好,那么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两个人目前在七个摇摆州的民调结果 在这儿我说明一下 这个民调应该来说是当前的各大报告中 相对可参考的一个民调项目 它是由五党派机构库克政治报告 联合民主党民调公司BSG 和共和党民调公司GS战略集团 联手合作的一个摇摆州分析项目 根据最新的库克政治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 目前在七个摇摆州 只有内华达州川普位于领协位置 是47%对42% 高出哈里斯五个百分点 另外这两人在乔治亚州打成了平手 各占46% 其他的85%我估计可能是被小肯尼迪 等一些第三方候选人给吸走了 除了这两个州之外 其他的五个州都是哈里娘子暂时领先 亚利桑那州哈里斯领先四个百分点 是46%比42% 另外密西根州和北卡罗莱纳州 哈里斯均领先两个百分点 都是46%比44% 另外宾州和威斯康星州分别是48%比43% 哈娘子暂时领先老存长五个百分点 好那么综合七个州的整体数据 目前的摇摆州综合民调是 哈里斯暂时领先川普两个百分点 是46%对44% 这个就是目前哈川对决在摇摆州的情况 虽然川普的整体民调数据略低于哈里斯 但是川普在边境和移民问题上 信任度比哈里斯高出14% 在控制通胀和生活成本 信任度上高出6% 另外在处理犯罪和暴力问题上 高出4% 也就是说在边境经济治安这三大问题 川普仍然是占优势的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订阅关注本频道 台湾老朋友们多多点赞 另外报告还指出 说摇摆选民和第三方选民 绝大多数都表示 他们更担心哈里斯制定经济政策 而不是川普制定移民政策 那么从这个消息来看 摇摆州选民的最大关注点 依然还是经济问题 我觉得这篇报告 写的相对还是比较中立 相对温和的 其实从自立行间可以看出 在实质性问题上 川普的信任度 基本上都高于哈里斯 但是摇摆选民 对川普自身缺点的担忧 也是比较明确的 根据调查发现 选民对川普缺点的担忧 略高于哈里斯 其中有59%的战场州选民 担心川普会在他的第二任期内 注重个人报复 有57%的选民认为 川普太过于反复无常 另外对于哈里斯的担忧 有53%的选民 担心哈里斯过于自由 说白了就是担心他瞎搞乱搞 有49%的选民认为 他太不严肃 意思就是你的笑声太大 另外选民对通胀的态度 虽然现在的拜登政府 一直都在宣传 年度通胀率大幅下降 但是摇摆州选民认为 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或者有些人不相信 总体来看 有57%的选民认为 通胀还在恶化 只有25%认为 通胀在改善 而对于谁更能处理好通胀问题 川普的信任度 领先哈里斯6个百分点 另外在移民和堕胎问题上 选民更信任川普 能够更好的处理边境安全问题 领先哈里斯14个百分点 而在堕胎问题上 哈里斯领先川普19个百分点 选民对哈里斯制定边境政策 和川普制定堕胎权政策 担忧各占50% 这两个抵消了 另外第三方候选人 小肯尼迪的支持率 现在正在逐渐下降 5月份的时候 小肯尼迪的支持率 曾一度达到8% 但目前他的支持率 已降至5% 其中在双向选择的情况下 如果可以选两个 有45%的小肯尼迪支持者 会把选票投给川普 而表示会把票投给哈里斯的 只有26% 最后这篇报告 对川普的总结是 摇摆州选民和第三方选民 其实大部分不喜欢川普的 是他的个人风格 说白了 更多人不喜欢的 其实是川普的脾气和性格 以及他那张大嘴巴 没把门的大嘴巴 很多人不喜欢 而不是担心他缺乏 胜任总统工作的资格和能力 那么这个调查 他的比例是59%比41% 也就是说59%的人 不喜欢的是川普的脾气 41%的人担心他的能力问题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 对川普的总统执政能力 还是认可的 只是不喜欢这个人 最后文章引用 GS战略集团总裁格雷格的话 说尽管川普本月表现不佳 但如果他将哈里斯定义为 过于自由 缺乏经验 以及在通胀 生活成本和移民问题上 将延续拜登立场 他仍可赢得这次选举 但他若想取得成功 就必须遵守信息纪律 并放弃夸夸其谈的毛病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如果想赢得摇摆选民的选票 哈里斯需要以个性为中心展开选举 而川普则需要以政策为中心展开选举 换而言之 就是川普的赢面主要是在他的政策上 而哈里斯可能只能以貌取身 除了貌也没啥了 其实最后决定大选胜负的 大家都知道 关键因素 其实只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上 大约3%到5%的选民 也就是说 这3%到5%的摇摆选民 最后决定谁能够入主白宫 其实我觉得 昨天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就是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 对川普提出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还是非常中肯的 川普应该听一听 海利在福克斯新闻的特别报道中表示 说美国人需要并希望川普赢得大选 但他建议川普 不要再嘟不嘟的唠叨那些没用的 不要老是聚焦在哈里斯集会的人数多少的问题上 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而应该攻击哈里斯的竞选状况 关注他的政策 以及攻击他的智力 你看 女人的直觉就是比男人更直接 一把抓住了哈里斯的要害 海利说了攻击他的智力 明白吧 老川同志 海利在节目中明确指出 说你不可能靠这些 意思就是琐碎的事情取胜 美国人民很聪明 我们要像对待聪明人一样对待他们 另外 他在提到哈里斯20多天不接受采访的问题上 海利也说 我们知道他不会接受采访 他们会尽可能的坚持下去 这是他们的权利 他们可以这样做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谈论他的信仰 我们应该走出去 意思就是别老就踩在这个问题上了 到底受不受访 这些都不是要害 要打的就是要打他的要害 跟他谈政策 跟他比智商 你看这是海利对川普提出的建议 当然原话不是这么讲的 我是把他通俗的给他翻译过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川普成也这张嘴巴 败也是这张嘴巴 归根结底 就是这张嘴太碎 经常是碎碎念 翻来覆去 念到一些琐事 而且念到多了 嘴巴没把门的 就很多不该说的话就说了 所以库克政治报告 也向川普提出了这个问题 请管好你自己的嘴 意思就是要遵守信息规则 人家说 别乱讲 悠着点 所以希望川普在这个问题上 能够改一改 收一收 梅兰尼亚 晚上多管管你们家老公 晚上多吹吹整边风 别老乱说话 让他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 与川普的封口废案有关的消息 今天美联社的最新消息 说 承办川普风口废案的纽约法官 莫钦 第三度驳回 川普要求他回避此案的动议 此前川普阵营一再提出 因莫钦的女儿 从事与民主党相关的政治顾问工作 与此案构成利益冲突 所以要求莫钦回避生理此案 之前川普曾在去年的8月和今年4月 两次提出这项提议 这一次是第三次提出 但是今天根据纽约的相关裁决 再次驳回川普律师 要求莫钦回避审理封口废案的动议 所以现在莫钦预定将会在9月18号 对川普的这起案件做出判刑 就是川普不是34项重罪吗 最后怎么判 判多少年 现在还没判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法官 最后会判什么刑期 根据报道说莫钦在8月13号的裁决书中写道 被告并未提供新的证据 供本院考虑 律师仅重申已被本院及上级法院驳回的证据 并指川普阵营的论点充满不精确 且无事实依据的主张 那么川普律师所指的利益冲突 到底是什么样的冲突 据报道指出 说莫钦的女儿 她工作的政治顾问公司 是一家为民主党进血活动提供服务的公司 其中包括为现任副总统哈里斯 在2020年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做过服务 当然当时的哈里斯没有成功 但是川普的律师认为 默契女儿的背景 对她审理此案已构成利益冲突 所以要求她回避 尤其是现在 哈里斯正在和川普竞选总统选举 所以川普律师上个月再次向法官写信 并提出变方的担忧变得更加具体 但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认为 这些指控是无理且轻率的重新生理企图 人家说了不冲突就不冲突 女儿是女儿 爸爸是爸爸 你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爸爸和女儿私下讨论了川普的案情 女儿对爸爸产生了印象 你能证明吗 没有证据吧 这个确实没有证据 证明不了 没有新的证据 所以就只能按照上次的裁决继续驳回 对此 墨清法官表示说他有信心能够公平公正的胜利此案 人家有信心 你有什么话说 不回避也好 这对川普来说也未必是坏事 没准这起案件判刑之后 可能还会再度点燃部分选民对民主党利用司法打压川普的怒火 其实这个法官现在也是起鼓难下 案件都已经进行到了这个地步 你要是回避了 这个时候回避 那你就更说不清楚了 但是你不回避 下个月又要对川普实施判刑 肯定也会引起很大的骚动 怪就怪当时没算好 当时还以为老川同志应该翻不了神 没想到这老头还挺硬朗 几个榔头下去都没把他砸倒 现在反而越来越坚挺了 这下着实难办了 判中了 舆论压力太大 要是判轻了 左派又会骂 早知道 当初我就不参与了 他说不参与了 既既负负负负 木兰当胡知 木文鸡竹蛇 未闻与叹息 闻与何所思 闻与何所以 女亦无所思 女亦无所理 所夜见军天 可汗大点笔 举书是耳绝 绝绝有夜明 他也无大尔 木兰无掌胸 人为是安玛 从此提也证 总是买军马 西施满岸间 南施满抬头 北施满长辫 三次夜娘去 木苏黄河边 不问夜娘唤一声 但问黄河流水名间间 三次黄河去 木枝黑山头 不问夜娘唤余生 但问夜山呼几名舅舅 我和她们一起见过 水灵石 水灵石 雪灵石 嗨 岸 我和她们一起见过 野灵石 我和她们一起见过